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在他种旨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 撒摩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支牛肚去 就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稀来吃鸡肉 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 你要高他 撒摩尔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到了伯利恒 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 为平安来的 我是给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字节 来与我同吃鸡肉 撒摩尔就使耶稀和他种子 字节 请他们来吃鸡肉 他们来的时候 撒摩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高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却对撒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稀叫雅比拿达 从撒摩尔面前经过 撒摩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又叫沙玛 从撒摩尔面前经过 撒摩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叫他七个儿子 都从撒摩尔面前经过 撒摩尔说 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摩尔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 还有个小的 现在放羊 撒摩尔对耶稀说 你打发人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做行 耶稀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 高他 撒摩尔就用脚里的高油 在他猪胸中 高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的感动大胃 撒摩尔起身 回拉玛去了 以上是今天的经文 在前两天 经文提到了扫罗 打败了亚马尼人 但却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留下了亚马尼王 和尚好的牛羊 撒摩尔责备他 虽然扫罗认罪 但神已经厌弃他 于是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 就看到了神 猜浅撒摩尔去 伯利恒 另寻一位 他要高的王 他要撒摩尔 尘油尘满了 可能是公牛 或者是山羊的脚 去到伯利恒人 耶西那里 因为他已经为 以色列人预定 一个做王的 虽然撒摩尔 害怕扫罗杀他 但耶和华告诉他 带一支牛犊 要去献祭 为理由 在这里 想必当初是 撒摩尔 立扫罗为王的 但如今 若是听到他要立另外一位王 想必会阻止他 甚至杀害 一位不全心顺服神的王 不但让撒摩尔忧伤 也感到害怕 但是当神告诉他 带着牛犊去献祭的时候 第四节提到 撒摩尔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撒摩尔是一个顺从神 也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也让我想到 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 的告诫扫罗 要听从耶和华的话 也引用了旧约诗篇四十 第六节到第八节 听命生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养的之游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听命 听命于神 也顺从于神的人 即使心中有许多的顾忌和 害怕 他仍然选择听从神的指示去做 在这边有一个反思 在你我的侍奉当中 是否也会经历不确定或 害怕的时候吗 你会和 你会如撒摩尔那样 虽然害怕 虽然有顾忌 但仍然选择听从神的教导吗 求神帮助我们 接着撒摩尔来到耶和华指示之地 伯利恒献祭 当地的长老战战兢兢地迎接 撒摩尔 因为他的身份是祭司 他们关心的是 撒摩尔是否为平安而来 撒摩尔做先知的工作 就是要人归向耶和华 因此他的出现 往往是指责人的恶行 和将可能变对的恶果 所以见到撒摩尔 会让他们感到战惊 而撒摩尔告诉他们 是为平安而来的 并且邀请耶稀 和他的儿子们 一起来献祭 好为神高丽他要的王 撒摩尔本想 第一个儿子 以利亚身材高大 还有外貌 是神的上上之雪 但是没有想到 神却对撒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表 和他身材的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神拣选人 不是看你我的外貌 乃是你我的内心尽前 扫罗虽有出众的外貌 但他对神的态度是骄傲的 不愿顺从的 甚至也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 以至于神厌弃了扫罗 这次撒摩尔以为 神也要选的是出众的外貌 谁知道神告诉他 内心的尽前 才是他所要的 经文带我们看见 大卫似乎并没有在 他父亲的邀请名单当中 甚至还在外面放羊 他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一个唯不足道的小子 他的父亲以为 这七个儿子已经够了 却不知神却是要 拣选那家中最小的 最被轻忽的 神没有看清大卫的年纪 他看中的是大卫单纯的心 所以往往神所拣选的人 是你我意外中的 而不是我们想象或是期待的 神所拣选的反而是那些 被人看清 不被重视的人 最后当撒摩尔从神 确定是大卫之后 他遵从了神的指示 将脚中的油高了大卫 从那一日起 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大卫 最后的一个反思是 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不只看到外在的表现 乃是注重人的敬虔态度 还有对主的尊崇和顺服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今天赐下的话语 提醒我你是那位给予引导的神 你是不看重外表的人的神 求主帮助我也能如撒摩尔那样子的尊崇 顺服你 并且有一颗敬虔的心 谢谢主 听我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 Amen 我们下次再见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